兄弟俩来到神秘营地,发现里面的人都陷入了循环,怎么都走不出来 今天星星给大家带来科幻悬疑片《无尽》 故事要从一盒录像带说起 这天弟弟收到一盘来自营地的录像带 这让兄弟俩之间发生了一些争执 兄弟俩很小的时候遭遇车祸 母亲在车祸中死亡,是营地的哈尔救下了两人 但就在十年前,哥哥听说营地其实是一个邪教组织 组织成员最后会举行大规模自杀 所以他带着弟弟逃出了营地 但是弟弟对营地的记忆却相当美好 他认为是哥哥欺骗了自己 兄弟俩在生活中也是十足的loser 他们的财务状况十分糟糕 为了硬改变现状,弟弟决定再次前往营地 哥哥拗不过弟弟,只好陪他一同回去 在到达营地之前,两兄弟到母亲坟前扫了墓 这是母亲当年发生车祸的地方 两兄弟扫墓完毕 这时哥哥却发现公路两边出现了同样的乌鸦群 景象十分怪异 之后两兄弟开车来到了营地 哈尔接待了两人 哥哥发现十年过去了 但是营地中人几乎没有衰老的痕迹 他以为大家只是保养的比较好 没有再去多想 晚上哈尔把哥哥拉到房间 他告诉哥哥 营地并不像他以为的那样 会有什么集体自杀 还指着黑板上的数学公式 说营地有一些很伟大的东西 兄弟俩应该到了能够理解的年龄 这个伟大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还不得而知 先接着看剧情 众人聚集到营地外头 开始玩一款被他们称为斗争的游戏 游戏者需要和一股神秘未知的力量进行拔河 弟弟率先进行游戏 并取得了胜利 接着哥哥又被怂恿去玩这个游戏 不想却直接被绳子给勒伤了 从头到尾没人知道绳子 另一边是什么 第二天兄弟俩来野外练习枪法 但是哥哥却发现射出的子弹 似乎遇到一股空气强 直接被压扁了 之后哥哥又在跑步的时候 发现了会动的房子 还有一张掉落在地上的相片 大感诡异的哥哥拿着相片去问哈尔 哈尔却说这些景象 可能意味着兄弟俩将体验到一种伟大的游戏 正说着的时候 天空中出现了两个月亮 哈尔告诉哥哥 天上出现两个月亮意味着真相 而出现三个月亮的时候 就意味着升天 听得哥哥是一脸懵逼 接着哈尔又告诉哥哥 想要知道答案 就得去照片上的湖泊里寻找 另一边弟弟和安娜也聊了正嗨 两人同时见证了两个月亮 弟弟偶然谈起了安娜寄给他的录像带 但是安娜却表示他从没寄过录像带 那兄弟俩收到了录像带又是哪来的 我们先带着疑问看剧情 第二天兄弟俩来到照片上的湖泊 哥哥抑制不住他的好奇心 跳进湖中寻找哈尔口中的答案 刚下去几秒就带着一个铁盒帽了上来 还说湖底有怪物 而湖中确实有一团模糊的阴影 兄弟俩逃到岸上打开了铁箱 里面放着一盒录像带 兄弟俩回到营地播放了录像带 发现里面全是哥哥造谣营地 是邪教组织的视频 这下弟弟变得更加不相信哥哥了 而哈尔也站出来要求哥哥离开营地 哥哥只好独自离开 他过来开车 却发现车子出了故障无法启动 于是只好徒步前行 半路上遇到了一直在营地瞎惯的卡尔 哥哥上去求助 却发现卡尔居然上吊自杀了 就在哥哥愣神的关头 背后竟然又冒出来一个活的卡尔 这下直接把哥哥给整懵逼了 卡尔开始向哥哥解释 发生在营地的诡异事件 原来整个营地都处在一个 无限循环的时间容器里 而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循环时间 有的长有的短 卡尔还警告哥哥 最好是在时间重启前自杀 不然等到时间重启 只会更加痛苦 这是哥哥才意识到 原来十年前让他逃走的 正是卡尔 卡尔希望哥哥能帮他去 克里斯那里弄来枪支 于是哥哥顺着卡尔的指引 来到了克里斯的住所 很快他就发现 克里斯这里同样处于循环之中 克里斯和好友迈克 希望可以摆脱循环 迈克甚至放火烧了自己的房子 但是下一秒 两人又回到了循环之中 另一边弟弟发现 他无法搁舍哥哥 于是和哈尔告别上路寻找哥哥 半路上他经过了一个小屋 里面住着一个退伍军人 只见退伍军人不停的撞枪自杀 而小屋上的闹钟显示 这里的循环仅仅只有五秒钟 弟弟被眼前怪异的景象给吓傻 连滚带爬离开了小屋 之后兄弟俩总算在半山腰相遇 两人来到一个房车处 却发现主人不在那里 等到兄弟俩离开后 却发现放银机自动放银起来 还被一股腰风给抛到山下 山脚下是大大小小的循环圈 到这里整部影片的谜底 差不多已经给出了 整个营地被一股神秘力量控制 会进入到不同的时间循环圈里面 而兄弟俩开头收到的录像带 其实是上一轮循环里的安娜寄出的 明白了真相的哥哥 打算带着弟弟离开这 然而弟弟却说 他宁愿在这里循环 也不要出去过那种loser生活 哥哥见说不动弟弟 只好和他一起返回 他们重新回到营地 发现一直被锁着的神秘小屋里 居然堆满了录像带 从镜头角度来看 这些录像带的拍摄者 正是神秘未知力量 这时录像带上显示天空 出现了三个月亮 众人开始举行升天仪式 兄弟俩感冒来到现场 发现那里早已不见人影 营地成员应该都在升天仪式中 完成了时间重启 弟弟看到眼前的一幕 终于决定离开营地 这时整个营地的时间重启 也开始了 神秘力量像一股风暴一样席卷而来 兄弟俩开车上路 弟弟提出 这一次由他来开车 眼看就要撞上镜像里的另一辆汽车 最后却画面一转 来到了母亲的目的处 兄弟俩发现自己 成功逃离的循环圈兴奋不已 然而开他半路的时候 却发现油箱没油了 而弟弟却回答他们 根本不用加油 很显然兄弟俩都明白了 他们也处于一个 更大的循环圈里面 这就是哈尔所说的伟大游戏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要是喜欢星星的解说 就点赞关注一下吧 我们下期再见